老铁们好 今天咱们还是聊聊疫情这个事 最近大家可能都看新闻 就知道一些地方 比如说石家庄 还有一些地方 他们在执行这种准开放 就算是我觉得是开放 但是好像很多的地方 是开放之后 很快又重归封锁的状态 因为就好像是说 看这个感染的人数有点多了 然后再加上 现在这个核酸好像是已经自费了吧 然后包括很多民众 也从刚开始支持这种 就是解封到重新支持封控 因为这个人周围 他家里的人全都养了 他就很 就为以前的这种言论后悔 这个人据说在微博上留言 我就觉得想跟大家聊聊 这个事情 首先就是我认为 比如说我们这个动态清零什么的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我们其实说真的 都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参照物 可以去参照的 你说我们去参照谁 哪个国家敢说自己 现在这个疫情防控做得特别好 没有 真的没有 所以我们就只能是 就很多时候吧 你觉得这种大量投入人力物力 什么是有浪费 其实并不是的 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觉得是什么样的 这个现在比如说 现在日本的这个奥米克戎呢 因为这个大概是死了五万人 这个数据有没有水分 我不太清楚 因为现在有人是那种 就是比如说 调查各个的这种什么火葬机构 然后去查一查当年的这种 非正常死亡人数 然后呢 大概就能推测 今年比如多死了三千人 那这三千人 其他可能就是说 是得奥米克戎死的 但是政府没有列入统计 所以这个日本这五万人 到底有没有这个水分 咱不清楚 但是咱就说 如果真的算五万人的话 那你放到中国身上 如果全开放 那可能就是五十万人 甚至更多 五十万人或者甚至一百万人 对于中国整个体内来讲 确实是人数不足 但问题是 你具体到每个人身上 你能不能接受 可能你是支持这个解封的 但是如果死的是你家人 你会不会怨政府 我只想问你这一点 政府呢 就是也是在这个各种学习中啊 或怎么样的 总之这是一条未知的路 走比如走错了 或者说这个路线有问题 我觉得这都非常正常的 改革开放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也犯了很多错误吗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事务的客观发展规律 我认为大家还是应该有信心一些 第二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政府呢 比如说你把这个精准防控 动态清零 做到一个特别特别 这个 这个就是巅峰的一个状态 可不可能 可能 我们动用各种的AI技术 我们做系统 然后呢 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当然还有财力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政府恰恰没有这些东西 真的不是说想这个就是精准风 那当然谁都想了 对吧 你经济到个人 这个人有问题了 给这个人给隔离 或者怎么样了 我觉得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问题是 我们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唯物主义者 你做这种事情 是不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金钱精力 对不对 咱就拿人员来说 就像我上一期视频说的 我说这个政府啊 平时的这种 就是说这种业务啊 工作呀 其实已经很忙了 现在奥米空这么大一个事 疫情放空 封楼啊 提供蔬菜水果呀 保持供应链呀 然后协调各个区呀 安排救护车呀 然后安排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出行啊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分片包干啊 对吧 做核酸呀 这个这些东西 现在一下子全都落到这个政府什么身上 它是可以雇一些啊 这个就是 那个我们讲 大白或者说是这个志愿者 但是 这个东西啊 人数还是不够 远远不够 你想做到所谓的那种经贵防控 我们并没有一个 脑中并没有一个概念 但是问题是 这个真的是不太够 我只能这么说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一点 就是 就像 就是说这个 我们讲 我上期说过这个事啊 就是这个 人 比如说小偷 比如说强盗 比如说杀人犯 他是不是疫情期间就不干这些事了 所以我觉得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啊 在疫情期间 我们的脑子思维变得特别简单 特别幼稚 就包括你说那个官员 贪污腐败 然后没有这个一点点围观的能力 他有没有这个这种人 他是有的呀 对吧 那这种人来疫情来了 然后他就一下子变成特别精明的官员 然后把这个疫情防控做得特别好 可能吗 大家觉得可能吗 对不对 咱们就是非常讲道理的 说这些事情 但是 你就看看这个 就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大家都知道前 就于2008年 或者2010年的这段时间 大概是就是七八年左右的时间 有一个特别火 就是什么呢 城管 这个城管这个问题 其实是特别复杂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想说 为什么就好多地方 这个A城市 这个做特别好 B城市这个就是疫情防控 做的啥也不是 你明月城赶到 这都特别正常 在国内对吧 我们讲这个 就是那个疫情防控不好 天天就是那几个 乌鲁木齐 石家庄或者东北的 那些城市或者怎么样 没错 但问题是更多的是防疫做的非常好的城市 怎么不说呢 对不对 这几个城市能代表全国吗 不能啊 咱们就拿城管举例了 几年前城管特别嚣张的时候 那会儿就基本上来讲 这个小贩和城管是就是互相互相杀的那种 哎 我们经常听到什么新闻呢 哎 在这个城市 是这个城管啊 把小贩给打死了 啊 小贩呢 就就一直就是哎呀 那个求饶啊 或者跪地啊 然后但是还被城管打死了 就好像是有啊 这东西就真是真是我不能管 但是城管打死人 这个确实是有的啊 然后我们在读新闻呢 过两天是什么呢 哎 说这个城管啊 文明之法在另一个城市里头 说对这个小贩呢 就是好言相劝酷骨骨骨骨骨骨 小贩一怒之下 掏刀把这个城管给扎死了 啊 这又是一个新闻 所以我们看这些新闻 我们能下一个特别简单的结论吗 我们能说城管都是混蛋混蛋 或者说小贩都是人渣 我们能这么说吗 不能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特别复杂的啊 城管里头 咱们讲 就是各个城市咱们先不说 背景里头有大学生吧 应该有吧 甚至我们有硕生 有博生 肯定应该也有 对吧 有那么多 但是同时你说这城管堆里 他就没有那种害群之马吗 就没有以前是什么 哎呀 那个七行八市的地痞流氓 啊 有没有这种人 小偷小摸的 这种人 有没有 他也有啊 对不对 小贩里头 有这种脱家带口 特别老实的 哎呀 就琢磨着稍微赚点钱 本本老老师做生意的 有吗 有啊 但同样的 有没有那种说 那个偷奸耍华 然后这个 就是性情暴虐 哎 这个人家对他好严相倦 他拿到把人给扎死这种 有没有 他也有啊 所以 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你不能说把这个东西啊 就是弄的这个特别的 怎么讲呢 这个 特别简单化 轻易的下个结论 是吧 大白那个 今天给我嗓子捅疼了 大白不是好东西 政府没有一个好人 这不典型的话术吗 对吧 那白衣底下 就一定是好人 啊 就他就不可能 他就不应该是什么 那个地痞流氓 他就不可能是什么 以前什么地痞流氓 啊 这个就是说一个 啊 这个 报复心急中的 一个小心眼的一人 可不可能 他有可能啊 他非常有可能啊 所以这就是问题复杂的一面 所以我就认为 这个 就是说 动态清零这个政策做不好 有一定这方面原因 但是呢 大家的理解 也是非常需要的 啊 这个东西 任何事情 它都是非常复杂的 咱不能归结 特别简单的 就是说 哎 这个这个政策怎么都不对 啊 是因为人是复杂的 咱们说到人 咱们就不得说第四点了 就是说 咱们很多的这个大众啊 素质并没有达到一个 很高的一个地步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疫情防控这么难的原因 啊 就像我上期视频说的 我说 那个有的地方 它可以不防控啊 它可以不防控 但是你 真的就有那种 害群之马 一粒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的那种啊 整个楼人家也没锁门 你可以随便出去 但是人只是告诉你 说你非必要 不要出门 或者人家就出去玩去了 人家出去买东西吃去了 对吧 关键这种人 那他还是那种 就特别自私那种 不是说他这个恶道不行了 或者怎么样的 那你说 就这种人 我们讲这个 你打他 或者说你给 你把这个楼给封了 那是不是应该的 是啊 可问题是 你说有多少 这个老百姓 是把这个责任 甩到这个人身上 那更多的 不都是把这个责任 甩到政府身上吗 哎 政府你执行封国 那你们怎么 你就不想想这种害群之马呢 对吧 我跟大家这么讲 封封之后 这个解封之后 这问题大得去了 你看我本人 我在日本 现在在日本呢 就是在德尔塔 肆虐的时候 可以说 日本的这种 就是感染率的 相对欧美而言 是非常低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日本人的好习惯 戴口罩 日本基本上全是戴口罩 现在呢 这个大家觉得 我没口罩好 说怎么样的 这个戴口罩的人少了一些 但是 整体戴口罩的人的数量 还是90%以上 大家这个还是说 你说有素质 或者你说习惯也好 这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说 咱们如果解封之后 你怎么要求所有人戴口罩 对吧 你怎么要求所有人戴口罩 你不能说 雇几个人 这个大白站在那个街上 到处去喊 哎呀那个你那个谁那个把那口罩戴上 或者怎么样 对吧 我就说这自己感染了 还想传毒 主动传毒的人 那不都有吗 那个沈阳那个沈老太 那会还是尹老太 那会还是那个啥的时候呢 那会还是致死率更高的 那个德塔的时候呢 那会讲话了 从那个韩国回来之后 说了那个阳了阳了之后呢 到处跑 跑 你专门 这奔着这个人多的地方去跑 可能那老子他已经死了 但问题是 你这说不通啊 你说你跟沈阳人 你有什么神仇大恨的 你要这么去 这个就是糟蹋人 你去这个坏人的事 对吧 那那你没有这个东西 那你 你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啊 我们第一时间想 我说你有病 你就去治病 对吧 你养了你就去隔离 对吧 你无意间 你把这些人 你说给感染也好 或者怎么着也好 啊 大家不怪你 因为不知者不醉 但是坏就坏的呢 你知道这件事 你明知道这个自己是很危险的 啊 你去的四家医院 然后前四家医院都说 那个让那个你测核酸 结果你不测 你就跑了 那这个不是主动投足是什么 更可恨的是 就是这样的人 居然有一帮人给他站台 啊 最明显不就是徐耀东吗 就号召我 哎呀 我们得那个共情 网上有人骂那个尹老太 我认为其实特别正常啊 你一老太一个人 你给国家造成多少亿的损失 那他妈都是税金的 那都是老百姓纳的税啊 啊 沈阳市因为这事停摆 停摆 你说都具体的时间我报 但是肯定得你不止一个礼拜吧 对吧 800万人说这个大冬天的 这个排队在外面做核酸 都因为你一个人的东西 然后啊 那个我还讲究我们要共情吗 这会儿你怎么跟他共情啊 嗯 你就想想就这种知这种这个到处投毒的人 都有徐耀东这样的人支持啊 你说到时候让你戴口罩 那那可能吗 能那么容易吗 对不对 咱再呢咱再说徐耀东这事 哎呀 就是这种人啊 他能成为一个利益领袖 在这个什么油管拥有四肢乱粉丝 我也是非常服气的啊 就是没有素质到这种程度 他说这都他自己原话 我一点也没听有加粗 他说他自己在这个就是 奥奥米克隆 不是 这个德尔塔封控期间 开车进小区 没有通行证 人不让他进 他就骂人家 好像那意思就是 那个就这个别人 这个遵守这个是应该的 我可不可以 这个不遵守也无所谓啊 就这种 就没有这个通行证 就要 就要进 然后呢 这个不再 自己不戴口罩还特别有理 就说哎 那个我我我特殊 我可以不戴口罩 你们那个 你们这个打压 我就是侵犯人权 更更远的 他他还自己吹 自己说在那个SARS 那个不戴口罩 坐地铁 别人都戴口罩 那个有个老太太呢 就是他就挺气愤的 但是呢 那徐晓东挺大的个子 他也敢怒不敢言 哎 在那生笨气 哎 徐晓东呢 还假装在那咳嗽 哎呀 就没事 咳嗽 给老太太气口呛 最后跑出去了 徐晓东全程就演这老太太 叫 就那个 就就那个 在这个直播呀 或者是那个视频里头 还就表演 所以老太太多那个什么 能怕多生气啊 或者就下面的人留言都是 哎呀 东哥好可爱呀 哎呀 东哥这个真搞笑啊 怎么怎么着的 你说就这种人的三观 这这东哥这就是 徐晓东这种人的拥躬 你指望他们在街上戴口罩 有素质 可能吗 很多时候就是中国真的就是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啊 这几粒老虎是把一锅这个好汤给毁了 就是这样 那你说政府就是有时候搞一刀切 有些时候真的是可以理解 你这老百姓真的不从自己上找原因 还有一点 我说最后也是最后一点 我想说我们还是要这个严格防控 这个尤其是境外 啊 这个这个海关部门要联合这个就是国安局对这种东西呢 就是大家想想没想明白 好像就是前一年的时候有那么一个时间段 好不容易说我们这种风控有了成果 全国的这个感染人数下降到三位数 就几百人 而且基本都是分散在各个医院或者怎么样的 那问题来的这个病毒怎么一下就 大家可以想想现在全国感染人数多少人 涨了多少倍 那这个病毒是哪来的 你不可能说如果我们现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的话 真做到的话 按理来说病毒是进不来的 只有可能是从外面进来的 包括这个海关不是也查过吗 韩国的三文鱼里都有 那个奥米克戎病毒 啊 这个是查过的 另外一点我让我非常不安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现在你看这奥米克戎全世界肆虐 各个国家可以说都是非常焦头烂额的 但是欧美的一些科学家正在研究病毒 或者说正在解冻这个天花病毒 我就想问问这些人想干什么 这样事情啊 什么奥米克戎就是普通感冒 这种话我这么讲 凡是学医的或者医药工作者 不敢这么说的啊 因为这么说是要担责任的啊 我知道就是封共期间很多人哎呀就抱怨自己这个没钱了啊 或者说这个这个就是不能出去玩了啊 或者怎么样的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呢 就有些时候真的是 大家呀 也应该这个去体谅体谅政府 体谅体谅这个全国人民啊 这个疫情期间走的我们都不容易啊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个疫情早早的把它给控制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解封呢 真正的解封呢 这这真的是对你对我都好啊 我们不不用再太不要太在乎一时间的欢愉 说跟跟朋友这个这顿饭非吃不可啊 跟这个这飞出去玩一次不可啊 我认为想问题还是要站在一个就是说更为其他人考虑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作为一个就是有素质的中国人 应该是这样想的啊 好我就说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们请订阅点赞 谢谢大家